好 吃完了巴勒 我们来喝一碗免费的牛肉汤吧 这是台南不可以错过的美食 一年度的台南牛肉文化节 在善化啤酒观光工厂登场了 而且现场有精彩的牛料理达人秀 但是大家最期待的就是 一千份的免费牛肉汤免费喝 但是你还是要捐两张发票 就可以领到一碗了 另外也有50元铜板价 可以买到市价250元的牛肉干 吸引了民众来抢便宜 民众大排长龙拿着手中的发票 等着要兑换免费牛肉汤 大骨熬煮多时的汤头香气十足 碗里面放的新鲜温体牛 热腾腾的汤一淋 这碗牛肉汤叫人难以抵挡 这头一开麦一样热闹滚滚 几百位民众排队 手中拿着50元铜板 都想抢到市价250元的牛肉干 一年一度的台南牛肉文化节 在善化啤酒观光工厂登场 市长黄伟哲也到场参与 现场有一千份牛肉汤 民众只要捐两张发票 就有机会能吃到 台南牛肉文明全台 养牛超过4100头 许多北部餐厅和老饕都会指明要吃台南的温体牛 让民众了解台南牛肉的好吃之外 也推展我们台南的产业文化 让牛肉跟饮食文化结合在一起 清烫的牛肉肉质鲜甜度 让人难以忘怀 市府每年举办牛肉文化节推广 就是希望让更多人品尝到 在地美味的牛肉汤 华日新闻网友邱显雄 许立森台南报道